高雄市環保局在今年的上半年度 针对环境脏乱的部分 总共开出了1万5千多件的罚单 财罚金额有2千多万 其中更也乱丢烟地的建树最多有8千多件 对此环保局也要呼吁民众 请大家要有公德心一同来维护环境准节 凤山区文华儿童公园附近 就有一处常被民众放置垃圾 环保局表示该处垃圾已经不再轻运 并且也挂出布条告知 请民众误在将垃圾堆放此处 为者将开罚 早上都给本事来打 早上都在那里打 对 什么东西 都有 保里楼什么都都有 因为它好像是8点收 为人6点外就给它打 就来打 对 这边还有电风在这里 电风 保里楼 掌 真的 这些卫生真的差很多 你如果这样清清清清 大家心情很轻松 高雄市环保局于全国所创检举会员制 会员从原本的1000人累积到现在已经有5745人 从今年1到6月半年来 环保局已经开罚违规案件1万4千多件 光是检举达人就包办了7成以上 基本上检举答案是协助我们环保局做一些稽查的工作 那因為我們清潔隊主要是執行環境稽查的部分 那他的人力也有限 那藉由這些檢舉檔案來協助的話 他的功效是有一定的成果 高雄市環保局指出 今年也修正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的獎勵辦法 除了亂丟垃圾維持兩成的獎勵金之外 檢舉亂丟菸地獎金以下修為1.5成 希望民眾為了自己的荷包 以免被罰或造成更嚴重的火災事件 記者吳秉原高雄報導